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这个祭典不够 还有几门课程需要补考 就算补考过了 你的学分也不够 像你这种情况 只能严毙一年了 还要在学校答应你啊 严毙一年算是好的 如果明年你的学分 还是不够的话 你就准备拿一页证书吧 老师 行了 行了 你要是不想一业的话 回去好好准备 把考试考好 把祭典补上 争取明年修购学分 顺利毕业 好吧 喂 九哥 喂 兄弟 你在哪儿呢 我回家路上呢 咋啦 你毕业的事怎么样了 别提了 老师让我严毙一年 不过你放心吧 严毙一年也不会耽误咱俩的创业大事 哪有你说的那么低啊 万一咱们拍片和你学校什么 上课考试的时间撞了呢 不会撞 你放心吧 为什么 我之前不是给你发过咱们那个 选材的内容了吗 咱们只要按照那个东西安排停存的话 那就肯定不会 你心里有数 可我心里没底啊 我的账号本来就比你粉丝多 合作创业什么的 说到底是我好心想拉你一把 弄了半天我还得救着你的时间 那我还和你合作个什么劲啊 找个拖后腿的嘛 不是 当初想合作的也是你 现在变成你好心拉我了 你缺你的吧我 你爱合作不合作 我不缺你这一个人 真有病一样 你好 这事要租掉了吗 不租了 这里马上就要拆迁了 整条街都要被拆掉 司法考试怎么样 别提了 赶鸭子上架 外交里呢 你怎么要爱神叹气的呀 怎么来懂 不是我 而是我一个闺蜜 她男朋友呢 拿到了老家公司的提供 但是她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 她男朋友又觉得 异地恋没有前途 要跟她分手 这都哭了好几天了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不过异地恋确实是恋爱大杀气 两个人时间步调都不一致 就算每天打视频 其实也挺难的 是啊 我也是这么劝她的 这异地恋哪能产生什么距离美啊 能产生的就是无奈分手的小情侣 你们吃饭 我来不了了 我到沈队这边拿下车的训练计划 他们说要给我办年纪 我正要和你们说呢 明下班实验室出了点情况 老板让我们留下来排产 指不定要多久 要不你们先吃着 我晚点过来 不是 您怎么能喝成这样呢 也不知道给我留几天了 还能来一个呢 老板 来两瓶啤酒 谢谢 两瓶啤酒是吧 不用了不用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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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酒有啥用啊 留了也没人喝 人家一个个的 忙工作 忙训练 忙着结交新朋友 只有我一个人一事无成 我的酒配不上她 应该不是 他们今天确实有事没赶过来 李玉京 你是不是在通通报信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把这条消息 发出去了 咱俩不用当哥们 不是 我这 顾夏给我发微信 我回他一下 放心啊 今天 我肯定站在你这边 李玉京 别人不清楚你还不知道 但凡他们有点什么事 我总是第一个掏心掏肺地 去对待他们 是不是 可他们呢 聚好了一起喝酒 结果一个都不来 我拿他们当兄弟 他们拿我当什么 有什么做兄弟的吗 你知道吗 老街要拆了 银饰店也没有了 我跟中介商量好了 我说 二十八方那天能不能把银饰店给我们用一天 东西说可以啊 我今天约你们出来 我就是想跟你们谈一下说 二十八号那天我们要干点事 结果呢 一个都不来 好 是我自己多想 你可别这么想 他们确实是有重要的事没赶过来 但是我相信 我知道 我知道 现在 毕业的毕业 训练的训练 大家都各本东西都冒足了这儿往前走 可是我不一样 我就只是想 回到过去 回到高中 我们在银饰店里边 说说笑笑 谈天说地的涮个火锅 这多好 为什么多开心 都不一样了 这也不一样了 王盈阳 王盈阳 慢点啊 别动啊 喂 刚才没开手机 怎么了 银饰店 要拆了 王盈阳叫我们几个吃饭 就是想说银饰店重去的事 结果你们俩都没来 那你们现在还在店里吗 我先来找你们 不用了 我让我哥送他回宿舍了 不过 他喝多了 状态不是很好 还说要退学 退学 你别担心 这样我明天我找何松南 我们一起去找他聊一聊 看什么情况 好 拜拜 拜拜 来 吃人呢 没生气 只要您二位太忙了 我也不敢耽误你来的时间 还说没生气 昨天晚上确实是我们不对 下次我不会了 不是倒是你啊 好端端闹什么退学啊 什么叫闹啊 我这叫选择 你做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 你心里边有什么事啊 你就说说 我们一起解决 我就是想通了 那努力半天拿到文凭 不就是为了以后找工作 我现在已经有工作了呀 反倒是毕业 你两个月能长多少粉丝啊 你眼光得放长远点 拿到文凭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你知道外面现在进阵有多大吗 现在多少人拼命努力 却被文凭卡得死死的 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 你怎么知道我没珍惜啊 咱俩行业不一样 努力的方向自然也就不一样 你个搞农业的 不要对我炙手瓦解 哪行都一样 多学点对你没有坏处 我话就搁这儿 你要是再长两个月粉丝 就你那点流量 也养活不了你自己 要是没有你父母的经济来源 你就得睡大街上 关你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是 我知道 我之前样样不如你们 你们不就是瞧不起我 但不代表未来也会是怎样 你都给我等着瞧吧 我一定会把这个账号做出来 到时候让你们好好看看 不是 行了 行了 她现在正在计算不让人 你说什么她还听不进去 你说什么她还听不进去 你就让她冷静冷静 孟岚 我事儿跟你说 她现在一心铺在那个账号上 其末成绩满江红 她现在想要拿文品就得严毙 而且跟她合作的那个人也是个小人 拿她想出来的创意 跟MCN公司签了约 她现在是学习 事业都没了 你们也是 怎么没一个人早点发现她有一样 而且她现在周末也不回家 出了忙账号就是打游戏 照这样发展下去 不是她退学 而是学校把她开了 怎么真得想个办法拉她一把 她知不知道 银食店重聚的事情 我跟她说了 但是她没什么反应 她不会一气之下不来了吧 不会的 银食店对她来说很重要 我们先把那天空出来吧 到时候什么情况在一起商量 小姐 我来搬着吧 没事 我搬得通 你去搬下面的吗 下面的还有 我去啊 好 不用了 好 我就去搬她 我本来以为东西不多 没想到搬起来这么累 下次就算他们涨价 我们也别自己搬了 不要把钱花在这些 不必要的地方 有这个钱 我们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不好吗 你别看我瘦 我这都是小时候 跟我爸妈干活练出来的 有劲着呢 不用担心我 如意 我知道你能的 但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吃苦 我也想向你证明 我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相信你啊 但是你不要给自己 太大压力了 这生活里遇到困难 本来就是常态 我们是男女朋友 一起克服困难就是应该的 我先去接个电话 你先收拾会儿 行 组长 你人呢 今天周末休息啊 休息 你项目报告做成这个样子 材料费到底怎么核算的 这么低级的错误也能犯 那个数据就不是我直接核算的 是采购部直接给我的 我根本就接触不到那个数据啊 徐如意 你还只是个实习生 遇到问题不想着精益求精 倒先学会推卸责任了 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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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回公司 所有数据再核查一遍 我知道了 我公司有事情我得回去一趟 不能帮你继续收拾了 没事 我自己这很一样的 那我送你吧 没事 对了 我给你写了一个攻略 这里面有这附近好吃的餐厅 还有水果店什么的 那我就先走了 没事 你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 这是这么多的 直接找人往外面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 只能帮忙 我在这一连船 穆 妈妈 你还没睡啊 我和你爸今天闲着 把你原来住的房间收拾了一下 想给你看看喜不喜欢 如意啊 我和你爸还是希望你毕业后能回家工作 铺城虽好 可你想站稳脚跟就得打拼 我不想你这么辛苦 你要实在生不了了就回家吧 家里呢有妈妈在 没人敢欺负你 我现在也有 Pearson 你怎么 punch 你自己带长 你自己带长 我的妈妈 说hat 看来 要吃上这一顿饭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由啊 你想干嘛不就干嘛 那你是没体验过 半夜室友开派对 清晨大麻广场舞 你每天能睡三个小时就不错了 那你不是也挺过来了 挺什么挺啊 我每天不是迟到就是实验搞砸了 要不是如意帮我找了一个便宜又靠谱的新公寓 我说不定现在都被实验室给踢了 这点我可以跟他作证 那段时间他的状态确实不了 陈老远 转爷爷能骗你吗 我跟你说 做人有时候真的不能太自信 我就是活生生的力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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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你们都有毕业证 我呢 我大学混了四年 我混出场来了 我毕业证都没有 想着创业吧 还眼下看错人 还被人忽悠 被我爸扫地出门 被学校扫地出门 被粉丝扫地出门 厉害吧 直接帽子洗发 都惨成这样了 你们怎么还有心情笑呢 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 在这个银饰店 发生过困难的事情 记得呀 那当时有个黄毛来找查 我一拳给他干非了 这不是倦也吗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也出力了好吧 你忘了 我拿了一大拖鞋 人次拖 我光光光 打他被打了几下 还有 当时怎么交不上房租 还差点被中介赶出去 怎么搞了个什么 银饰DIY 直接起死回生 干吗 那个时候 原来是真的呢 那客服以后啊 开心是真的开心 但梦想啊 就是这个样子 五不一个坑 十不一个雷 但你跨过去以后 才会有成就的 要是我们的荣誉 就能够得到 那还算什么东西 是不是 没错 没错 没有困难 我多没意思 是不是 是个男人 就要为自己选择这条路 撞了南墙都不回头 没错 好 我们还年轻 有时间有精力 怕什么 那 那个歌怎么唱来的 什么 爱飘在未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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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月 起来接课了 爱情在掌心发芽 心事在眼眸流淌 我们未完的故事 世边过得真快啊 感觉我来这儿找你修手了 像是刚发生的事 纠缠眼都过了这么久了 你说 我这算不算 不打不相说 算吧 不过我最震惊的 还是在高二十班见了你 我当时都惊呆了 就感觉一个社会哥 摇身一变 变成了一个 会说老是好的学生 你呢 你一开始 对我什么印象 我觉得 你上了一个书上的小路 像一个 刚离开家 很乖 但是很迷茫的小猫 有点 像那么太明显的陪费 结婚成家 有点儿 有点儿 这儿发生了好多故事啊 晓晓马上要拆了 我还挺舍不得的 我也很舍不得 这里对于我来说 就像家一样 以前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只要回到这里 我就会有安全感 不过现在 她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 一起去看远方 我想 这已经是她最好的归宿 都检查好了吗 没有什么东西落下吧 都齐了 谢谢你们两个帮我收东西啊 我真的 特别舍不得你们两个 怎么这么突然啊 没办法呀 我们现在这个报社 接了一个大型活动 特别缺人手 主管呢 就要求我们 校招生必须要提前祷告 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等我拿了工资第一件事 就是请你们吃饭 走了啊 嗯 我们送你下去吧 嗯 嗯 今天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聆听 沈娟 喂 学姐 刚想去找您已经 刚好碰到你 那就直接拜托你了 你看一下这个 我们公司要做一个 首饰匠人的展览 想跟你舅舅借几件仪式 做展品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这样吧 学姐 你把具体的要求发给我 然后回去找找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发给你了 行 最近忙着展览的事情 也没怎么跟林玉京联系 她最近怎么样了 挺好的 听说她被虎仲前教授的团队录用了 马上要去怀城总部工作 还没来得及恭喜她了 她还没告诉你是吗 您怎么突然来了 哦 我正好路过 来看看你 昨天才见过面 今天就想我了 我这不是马上要搬去 沈队的宿舍了吗 你要不要去认个门 好啊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今天怪怪的 没什么 就是想抱抱你 这儿挺不错的呀 也挺干净 那当然 我可是提前打扫过了 大局呢 大局 等这两天安弄好了以后 我就把它接过来 嗯 我感觉 还缺点东西 缺什么啊 嗯 这不就好多了吗 啊 舒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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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啊 你不饿啊 啊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饿啊 来 笑什么 咸诞潮人 杨宗潮人 回头已经发你邮箱了 请注意查收 怀城的入职时间确定了 麻烦尽快恢复 好了 怎么样 不错 尝一尝 怎么样 还挺好吃的 就是感觉有点甜 有点甜 嗯 我们去睡了两天 我看 在运动吗 好啦 再试试 怎么样 好吃 手艺挺好啊 听说他被胡忠泉教授的团队录用了 马上要去淮城总部工作 还没来得及恭喜他 他还没告诉你什么 好 麻烦学姐先不要跟她说我知道这个事情 好 你也来一口 是不是还行 吃个吃 吃 好啊 老板 来 无法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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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安 三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这技术是一点涨进没有了 我好运都加持给你了 我打不中很正正 行 行 那我也给你价值一下 拿着 待会儿我瞄准 你扣动半斤 小伙子 你是干什么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老板 礼物就不用了 谢了啊 走吧 走吧 今天过得很开心 那你早点睡 嗯 那个 你搬去省队宿舍的话 是不是就要开始正式学恋了呀 那我们的毕业典礼 放心吧 我跟队里说好了 毕业典礼那一天 我会回来参加的 那这么说定啊 到时候见了 好 好 怎么了 舍不得我 嗯 舍不得 好 今天拍毕业照是十点吗 九点 你快一点 我跟如意在车院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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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真好咱们高中的时候就应该拍 可惜但是你不在 没事我们现在拍也不吃啊 给我们仨拍一张 好 来来来 三 二 一 开心了 真好 这儿你快点 你默默 这音音老太太 我这儿知道还很奇怪啊 你知道啊 出来吧你 你站那儿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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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那儿你那儿 三 二 一 你 你 你 我 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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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总要学会走出黑暗 主动去寻找那道光 你 我 就是彼此的光